又要变天了 中央气象署表示说 星期一星期二受多北气风的影响 东北部迎风变降雨明显 花冬白天的气温稍微低 低温会来到17到19度 而星期三东北气风减弱 气温才会回升 到星期五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不过到了中午 最强冷气团又要报到了 提醒大家最近天气变化很大 还是要注意保暖 选举落幕 不过冬天还没落幕 中央气象署表示 周一周二两天受东北气风影响 各地早晚冷凉 东北部迎风面水气多 降雨几率高 最低温落在17至19度 一直要到周三 东北气风才会减弱 气温才会回升 阳光才会露脸 十五十六的时候 受到这波东北风影响 天气比较不稳定 然后有一点小小 比较小幅的降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高温大概只有下降凉度 低温因为我们可能有些地方 比较晴朗 所以白天的清晨的浮射冷却可能还是比较低 所以大概温度低温大概没有很多变化 所以17号开始回温 18号天气大概是这一周最好的一个天气 19号大概也是一个多云 所以我们整个来看 这一周大概到20号21号的温度会下降的蛮多的 然后整周的天气 大概因为我们还在迎风面 刚才也说过了 我们不是东北风 就是偏东风或是东南风 所以我们都在迎风面上面 如果有水气的时候大概就会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花园这地方大概都是有一些雨的情形 所以不过都是一些比较短暂或是局部的情形 所以这一周天气看起来 我们要看后续礼拜六20号跟21号那波 是不是会达到一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情形 或是更强烈的 我们就可能就要再过几天 我们才能知道说这一波会不会更升等为比较强的 温度会不会降更多的情形 周三到周五预计都将是稳定好天气 白天气温甚至可以来到25度 不过到了周六雪季增加 周日迎接另一波冷气团报道 预计最低温恐怕来到15度以下 提醒民众天气变化大 周末降温明显 长者心血管疾病患者 注意身体健康 记者长方言 华林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